前方带着嫌犯来到住家后方的防火项 原来他把作案用的两把尖刀 雨衣鞋子等证物通通丢在水沟里 原本要另外找时间丢弃证物的 没想到还不到一天的时间 警方就已经找上门 这名43岁的薛姓强废长相斯文 没想到竟然就是26号下午 大胆来到高雄市凤山区抢银行的嫌犯 虽然当时他欺承遮盖车牌的机车逃逸 但没想到连老天爷也不帮他 一阵风吹落了纸张 车牌露线只能乖乖就呆 经常跑到澳门是不是有赌博 欠到赌款的一个情形 我们还继续做了解当中 虽然些信强匪 宣称自己是帮家人背债才会铤而走险 但警方清查光是今年 他到澳门的记录就有十多次 说是说要帮家人还债 但怀疑根本就是他好赌诚信 尤其他抢来的60多万赃款 钱庄债务只还了16万 4万9千块钱存进自己的户头 宪报还指出犯案后他不慌不忙 跑到游义场打赌博信电丸 被捕时身上只剩5800块钱 等于有将近40万元 去向不明 16万是地下钱庄以外 我们继续追查 学姓嫌犯还跟警方表示 因为帮家属背债 一家无口一天只能花800块钱 但其实他名下有独栋房产 和妻子也都有固定收入 推断家属欠款部分只是借口 抢来的钱应该都是要 欠偿自己的赌债 好赌行抢还推说是为了家人 让亲友们都错而不已 记者陈陈云章心 高雄报道 要姐姐要姐